我再也不会抱怨 陪我女儿做作业有多累了 今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用不了几年 你看着孩子熄灭的台灯 你开始会怀念着这个小小的背影 偶尔写字 偶尔发呆 偶尔挠挠头 偶尔来一句 爸 你过来看一下 然后看着他空空如也的房间 没想过就叫他起床上学 但是此时的他在上高中 上大学 甚至在你里牵你之外的城市 他不会再人里生气 他也不会跟你有很多的话讲 甚至不会跟你敞开心扉 多小羊为了工作 为了生计 没有陪伴到孩子 当掉过头来想陪他们的时候 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那一刻你在想 如果能回到他小时候 那该多好啊 你可以送他上学 陪他做作业 他偶尔可能会顶你一两句 你也给他吼回去 那一刻你终将发现 孩子给我们最大的快乐 不是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好 而是陪伴 我们整天问幸福是什么 幸福大概可能就是 早上跟你挥手说再见的人 晚上又平平常常的 屁电屁电的回来了 所以趁他现在翅膀还没有硬 趁他还没长大 趁他还需要你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地珍惜 陪伴他一起长大的时光 对吧 爸 回来了 有有有有有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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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